哎呀知道吗 我在法国造的刀销面餐车啊 今天终于完工了 经过三个多月的精心设计和制造 终于到了我骑餐车的日子 今天一起床就赶紧往车厂赶 到了地方 车厂老板的大儿子一边接待我 一边跟我开玩笑说 上一条视频里边 我和他爸立着那个约定 他爸现在多少有点干颤 我能说个丧线吗 玩笑话说完 父子俩开始一边给我介绍 车里各个设备的使用方法 一边帮我仔细的做 上路前最后的检查 老板儿子跟我说 最多再等半个小时 我就能把我这个大宝贝拖回家了 等他们检查的功夫 我看到厂大院门口 停了一辆好眼熟的车 走近了一看 竟然还真是咱国产的牌子 一问才知道 这是车厂老板的小儿子 今年新买的 看我对他的新车这么感兴趣 还递给我钥匙让我试试 小哥跟我说 中国汽车品牌 这几年开始进到法国市场 在巴黎特受欢迎 开起来感觉还一点都不适合欧洲的品牌 看着咱国产车 现在靠硬实力打入了国际市场 心里是真的骄傲 找了几床之后 又开回了厂子里 所有的检查也都做完了 师傅帮我把餐车挂好了以后 车厂老板正式的把钥匙 找到了我手里 这回餐车到手了 我再好好计划一下 都要开去打